大家好,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。 中國的春運就會在明天7號到2月15號就開始展開了。 根據大陸的官方預估,今年的春運厲害了。 總流量他們預估是會高達21億的人次, 比去年同期增加了100%足足一倍。 他亦講到今年春運人流高峰與疫情高峰重疊, 就變到這個不確定性比較多情況最為複雜的一次春運。 而他們政府根據研判, 就說今年春運客流量總流量去到20.95億人次, 與去年同期比增加了接近一倍, 恢復到去2019年同期的70.3%, 預計客流結構是怎樣呢? 探親的人會是55%, 上班的人24%, 旅遊商務出行10%。 現在有不少大專院校亦都在春運開始之前放假, 但這裏相對來說比較少。 今天早上亦都出了一條片, 這條片說, 邵陽縣那邊叫人非必要不要返鄉, 但是來到今天馬上改口, 他說因為擔心人們會服養, 所以不是不歡迎外面的人員回來過年, 他說自己是歡迎他們, 不過是擔心會對疫情造成壓力。 最後補充, 就說外地人員絕對可以回來鄉下, 沒有任何障礙可以回來, 甚至乎他說現在是有不少人都已經回鄉過年, 而現在我們看到, 其實你疫情三年來, 是有好多人真的好聽話的, 他是原地就地過節, 可能他不是說聽不聽話, 是怕疫情他們自己中招回惹到家人, 或者是根本就是限制出油, 就令到他們回不到去。 而現在今年已經是去到疫情前的七成, 這一個數字其實是呼籲得相當之好。 如果我們這樣去預估的話, 可能未來出行亦都會回到50%到70%之間都不一定, 因為這個春運亦都是一個指向標, 可以這樣春運回去是一個叫做完全放寬出行的規定, 或者是動作來的, 因為看回他再同上年比是升了一倍, 即是說上年只有2019年疫情前的三成半, 全面復償之後, 下一步來講要推動的肯定就是經濟問題啦。 好了,那今集和大家睇到這裏先, 大家有什麼想講呢? 下邊留個言吧, 我們下集再見啦,拜拜!